最基本的分內是 一直相信做任何事情 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而或許也正因為 這樣的自我要求 常常為了考試 一個不小心的失誤 讓平常總是笑臉迎人的家瑋 難得有了落淚的表情 看在同學的眼裡 自然是有些許的不捨 就有一次是作文 就平常老師除了功課 他五級 然後他就有哭訴之類的 然後他說沒有六級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只有四級而已沒關係 對啊 五級就很高啦 就希望他自己 給自己的壓力不要那麼大 他自己已經做得很好 可是他一直都覺得自己做不好 他已經很棒了 對 其實以我看起來他太認真了 因為對我來講 我覺得他這樣比較不容易放鬆 有時候壓力太大 那因為我們都覺得他已經做得很好了 有時候覺得你好棒喔 然後他會覺得說 我還不夠這樣子 那我會覺得說 我通常都是希望說 你看可不可以 就是讓自己再過快樂一點 就是我只擔心他壓力太大 我覺得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這樣好像讀起來很有壓力 就是因為其實我上課啦 下課我其實很多時候都在寫東西 都在讀書 他們就說為什麼要那麼配 可是我因為我跟他們不一樣 我覺得說這樣還在我可以負荷的範圍 就是我還覺得這是我 就是還可以應付得來 我覺得沒有壓力 所以就是蠻感謝他們關心啊 只是我覺得我覺得還在還OK 談到課業的壓力 家瑋說得輕鬆 但是三年級的階段 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準備機策 全力衝刺 永遠都像是有做不完的測驗券 各種類型的題目討論 為了紓解孩子們緊繃的情緒 班導師特別准許大家下課可以玩牌 不過唯一的條件是不能賭博 有的時候甚至連老師都會下場 跟著大家一塊玩 不管是玩心臟病還是比象棋 只要是有班導參與咖的 大夥都笑得特別的嗨 上課認真聽講 下課時間認真玩 一路走來做任何事情 總是全力以赴的家瑋 對於自己的表現 說得像是雲但風輕 反倒是一說起 從小跟著媽媽做志工服務 所學習到的人生態度 家瑋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 更顯得有神了 不管是到育幼院裡 去看小朋友 或者是到老人安養中心 去跟爺爺奶奶們說說故事 這些時光對家瑋而言 是最難忘 也是最特別的經驗 因為在服務和分享的過程當中 家瑋可以證明自己 有能力去幫助別人 也可以證明自己 有一個美好的青春 同時他也證明 他過得相當的幸福 也希望大家可以跟他一樣 幸福常樂 我常常跟他說要欺負 那有能力就要去造福嘛 那一定有影響 那是一定的 因為媽媽就是在做這個 她會看啊 那與其說我牽著她走 因為她的個性是一個很文靜的心 她不是像媽媽這樣 就是比較很熱愛 我就是那種感覺 我就是要很想抱你 你給我感覺我就是覺得你缺愛 可是她的不是 她是屬於慢熱型 可是我在她身上看到 有時候我常常看到 她有時候我們一起出去公園 那有時候看到一個 比較年紀大的阿嬤 我們都覺得不可能 因為現在的人 人情是很冷漠 我們不可能去主動去碰人家 那阿嬤她會去想去服她 我覺得這就是她 那我覺得這就是我做志工 在她身上所呈現的另外一個鏡子 她會去幫一些比較弱勢的 弱勢的族群 例如說老人或是殘障人士 然後其實國小的時候 可能還不懂事 所以常常會拿 會以殘障 就是取笑殘障人士 或是很不好的自言 來罵那些人 就是以殘障的稱呼 來罵那些人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會跟班达說 就是殘障不是一個 很丟臉很可恥的事情 就是 其實 每一個人 他都有他存在這個 世界上的意義 然後 他 他們都有他們生存的價值 不可以就是因為 他的生理或心理上有殘缺 然後就剝奪他們生命圈 我覺得 把就是像媽媽告訴我的 就是我看到的 我在像育幼院那種地方 看到的 還有聽到的 還有 就媽媽會跟阿姨聊天的故事 就是講給他們聽 我就是希望他們說 不要 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被那種 那種媒體的文化 就是那種 比較強勢的文化說 就是扭曲掉那個價值觀 在外表現一級棒的女兒 回到了家裡 一樣是貼心溫柔 從小到大沒有補過席的家偉 向來不用大人在旁邊盯著念書 一切都是自動自發 就連練琴 練管樂這回事也是一樣 甚至自律甚嚴的個性 有的時候 連老師都看不下去了 因為我們有授課簿這個東西 他每個禮拜上課 然後會有一個授課簿要寫上課內容 還有每個禮拜練習時間 那很多小朋友那個練習時間 是一片空白的 對 可是他的是填滿的 對 那每個禮拜來上課的時候 就是我都會看每個小朋友的授課簿 那我每次一打開他的授課簿 他一定是每天都大概練40分鐘到一個小時 對 那當然後面的時間他後來學科壓力重了 可能會稍微少一點點 可是幾乎頂多一天沒練這樣子 可是然後之前的話都很保持這樣每天練習 以老師來講教到一個很認真的學生是滿開心的 有這麼一位優秀的女兒做媽媽的當然欣慰 在整個拍攝的過程當中 多少可以感受到家偉相當內斂低調的個性 跟媽媽其實有點相像 當我們問說怎麼樣教育家偉的時候 林媽媽謙虛的說其實也沒有很特別 只要孩子不做壞事誠實待人 基本上孩子的想法他都會全力支持 我常跟他講做每一件事情要認真 每一個階段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那我面對你我是林媽媽 我轉身我面對我是媳婦 我是別人的女兒我可能是另外一個別人的同事之類的 那你一樣你的身份就是學生 你做好你學生的本分 該上課的時候要認真 對老師要應對之間感覺說你進到你學生的本分 那你是姐姐你對妹妹就應有的表現 你對我你是女兒 我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也沒有特別要求說 你一定要很怎麼樣 很尋規道具或是說其他之類的 沒有就是做好自己應該做的本分 你扮演美好每一個角色 因為我知道你不可能永遠只做女兒這個角色 還有很多角色你要扮演 在知道我們要到學校拍攝之前 家瑋一直很緊張 倒也不是緊張要上鏡頭 而是擔心將會打擾到其他班上同學的作息和心情 不過就像她上來的行事風格 要做就做到最好 所以不管是哪一種角色 家瑋都盡力去扮演 因為她相信人生是一個緣 你給出去的將會再度回到你的身邊 其實這也是她的進步人的動力 其實我一路看 我不曉得那是一個天上掉下來的寶 在不同孩子的身上 希望我們都看到了她們的無限潔能 都值得我們學習 而Thank you very much 也將在這裡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了 十二個故事代表十二個家庭 希望能夠溫暖感動你 而未來北桃園也將製作其他的優質節目 帶您關心桃園在地的其他角落 相信不久之後我們還會再見的 我是時代林 期待與您下次相會 字幕提供